海南自贸港将在2024年底前完成封关各项准备工作 2025年底前实现封关运作 记者连日来在机场、港口等地走访了解到 封关运作相关准备工作正在全力推进 现在我们正在新海港二线口岸建设现场 可以看到现场配备有人体检查仪器、S光机等设备 未来将用于对出导旅客及行李物品的检查工作 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所项目 正在进行装饰装修施工、机电安装施工及摩羯固施工的收尾工作 国澳机场封关运作项目、海关安检、共用CT机、S光机等硬件设备建设全部完成 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发展战略研究处处长曹颖表示 海南聚焦任务清单、项目清单、压力测试清单 推动封关运作各项工作 任务清单方面 当前进口征税商品目录、进线内清单、海关监管办法等各项政策制度设计 正在加快研究制定 项目清单方面 目前31个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今年我们将全面完成封关运作软硬件项目建设 同时结合封关运作需要 做好软硬件项目插漏补缺 压力测试清单方面 目前27项压力测试任务以实质性开展22项 我们将根据封关工作需要事实动态增加 确保压力测试充分开展 应测尽测 做到大样本全覆盖 中国南海研究院 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中心主任于涛 受访时表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 海关监管效能会大幅提升 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那么对于未来封关运作的运行的角度来看 一旦海南自贸港实现封关运作 我们在海关的监管效能方面会大幅度的提升 那意味着我们在货物贸易方面 会得到更好的支撑发展 在服务贸易方面呢 随着封关运作的落地 那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各种生产要素的 在安全有序前提下的这种自由流动呢 会推动我们的服务业呢 发展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推动我们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